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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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世界超贵的 差不多一盘是一万四左右 对 没错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失败那么多次 其实烧了很多钱 我们烧了五万块吧 没错 对喔 很感谢那个老师就是为了教育 付出了这么大的代价 对 而且因为我们测的是鸡 鸡的抗体 它是比较特别的物种 像普遍的就是人啊 老鼠啊之类的 所以如果是特别的 就会更复杂 而且更贵 哇 所以来参加这个实习计划 其实对我们来说 应该是人生中蛮有意义的一件事吧 像我记得以前在高中的时候 那时候加科学班 老师就有讲到每一个学生 光是研究的经费啊 一个学期可能就要几万块钱这样 那更何况我们参加这个活动 都是专业的实验室啊 我们不光是讲说那些实用的耗材好了 光是可以请到那些老师啊 那些老师我相信出去上课 应该请他们讲的话都是要非常高的价嘛 所以我觉得 真的是非常难得啊 嗯 因为我在大学其实表现就是平平 然后 后来在毕业之前就很焦虑 我觉得啊 我什么都没有做 我没有加实验室 然后一点经验都没有 然后履义上就是空白这样子 然后看到这个 看到这个机会 然后就来面试 然后没想到就上了 对 然后就得到很多不一样的经验 去各种不一样的地方看 然后还有机会先进入这个业界去观摩 然后各式各样大学的老师 对 然后就觉得好像还是有成功做到一点事情 有一点经验可以跟人家分享 人生变彩色了 对对对对对 好 考你们 什么是SPF蛋机 SPF就是无特定病源的这个鸡蛋 那是 它伸出它的这个蛋的就叫做它的蛋机啦 来 要认识SPF蛋机的五星级饭店 我们有哪些实习内容 好 我们一开始呢 是到静单生计 它是我们国内民营的生产SPF鸡蛋的这个公司啦 那我们就是先去看看呢 这个鸡呢 它在什么样的这个环境长大 那它是在一个非常严谨的这个镇压的这个鸡舍 之后我们就是要到下一个地方去检测一下呢 这些鸡呢 它干不干净有没有符合标准 那我们就是到了台大的这个兽医系这边 抽鸡妈妈的血 然后把它拿去来做检验 那我们在这边有实际操作过我们的这个Elisa试验 那检测合格之后 我们就要来去实际的制作疫苗了 所以我们来到了这个平科大 这个平科大的疫苗所 那到这边我们就可以拿这个SPF的这个鸡蛋呢 来开始进行这个疫苗的这个它的这个制作 那方式呢 就是可以把这个病毒呢 打到这个鸡蛋里面 我们用尿囊腔的方式去复制它 生产抗原 或是呢 有另一种是我们拿这个鸡胚胎 去做初代细胞的培养 那我们就把这个抗原呢 跟这个佐剂呢混合在一起 那就可以真的做出一支我们这个动物用的这个疫苗 当然除了动物用的疫苗 还有其他的这个应用呢 我们就到了 我们就到了国家实验动物中心 那鸡蛋的另外一个应用呢 是除了疫苗之外 我们还可以来做癌症的药物 最重要的哦 就是我们每年呢 都要打这个流感的疫苗 那流感疫苗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它其实都是用很多都是用鸡蛋来做的 所以我们就到这个国光生计 很好 这五个地方你们整个实习完以后 印象最深刻的一个实习点是什么 我自己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平克大疫苗所 难忘的是在里面第一次操作病毒的接种 就是你在一个活生生的受精的这个鸡蛋 然后你要把病毒打进去 然后又不能太深也不能太浅 然后过了几天的培养之后呢 才可以公布答案知道有没有成功 那是从来没有参与过这一块 因为我自己是念序幕的啦 这鸡蛋对我来说 你就是敲两下煎一煎就可以吃了 从来没有想过说 还有就是这么重大的使命 你要可以拿鸡蛋来做疫苗 我觉得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我们到净蛋 因为其实生命科学系不太需要碰到就是 鸡舍啊养马养牛之类的东西 因为我们在实验室通常用到的都是 已经人家处理好的最后的产品 就会觉得说原来前置工作其实是非常繁复的 我们在实验室拿到 其实都是已经人家已经花很多心力去处理好的 然后在里面有看到被淘汰的小鸡 要淘汰活体对我来说有点困难 单色述木的你应该还好 你不能这样说 没有啦 其实因为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去尊重这个生命 我印象很深是在疫苗所啦 那个科所长 因为那时候他有问到我一个问题 他说那个动物用的疫苗跟人用的疫苗有什么不一样 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回答错误 我说我觉得可能是他比较没有那么严谨 那时候就被老师纠正 说其实呢是一样严谨的 我们不管是面对动物还是人类 都是要用一个很敬畏的心 然后我们用最高的标准去做这个疫苗 所以不论是做实验啊 或是说我们的生产端 我们都是很感谢这个动物对我们的付出啦 我就突然想到平磕蛋的时候 我们在要离开的前一天 教授有拿了一颗五颗蛋给我们看 对 那个整颗软软的 外面没有蛋壳啦 那时候它的那个盖的部分没有形成 所以它是整个像是软软的这样子 所以母鸡是被吓到了忘记包蛋壳就出来了吗 有这个说法啊 有人说母鸡在 它在制造这个蛋的时候 如果打雷啊或是吓到啊 它有可能就是 有点像是它漏了一下 所以这个鸡蛋呢 就少了一个步骤就生出来了 这样子 但是其实不常见啦 很特别 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是显现说 老师真的对我们很好啦 他有一些东西啊 我们没有机会看到 就会拿给我们看 林琪我记得你在实验工厂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被我很严厉的指责了 你跟我们说一下 在工厂的时候 因为我们进入工厂 需要先穿第一道防护衣 那全部换完之后 在经过工厂的第二道门之后 我们需要再去穿另外一件的防护衣 等于说身上有两件的防护衣 那我们才可以进到最高规格的这个工厂内部 去做我们的实验 那但是可能是我的耳环太尖了吧 对 所以他就刺破了我的这个头罩 他就掉出来了 因为耳环上面可能有一些污染物质啊什么的 到最后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制造出来的产品 所以其实是要很严谨的 那这样子外露之后我需要退出去外面 重新换我的防护衣 最后才可以进来 很麻烦非常麻烦 穿一次要多久 穿一次 整套这样子十几分钟应该跑不掉 所以这件事情也让我体验到 在实习工厂啊 或者是在一些需要穿防护衣的工作 其实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他们需要人好几个小时都不能上厕所 那再说一下 当你们在实习的过程中有摄影机在旁边的时候 你们是说感觉 哇这个我觉得好可怕 我会比较 会觉得啊 在录节目耶 我要呈现我最美好的一部分 对 然后尤其是在进行实验的部分 因为很怕做错 然后做错被放到电视上 啊 丢我们科系的脸 啊这样怎么办 对 所以其实一开始比较放不开 不过其实我们都是被导演训练出来的啦 我们一刚开始 第一天在静在那边拍摄的时候 我们想说我们就上我们的课 做我们的操作就好了 就诶 动不动地被导演拉过来拉过去 挡到镜头了 你过来一点 然后还有那个摄影大哥啊 一直拿着这个摄影机对着我们 然后一下要补光 一下要收音啊 然后还没准备好又不能讲话 我觉得这个 一般人没有去路过这些 真的都不知道 原来我们在电视上看到每一秒钟 背后可能都是一堆摄影大哥跟导演在外面 捏来捏去 对 就像镜西基设的那个时候 光进门的拍摄 我们就拍了三种角度 而且才拍了大概快二十分钟 我们才有这样子 影片当中几秒这样咻过去 虽然我们通常会重拍很多次 但其实在实验的部分 其实都是以气合成 我们完全都没有重拍的 这都是完真的 可是很常 有时候是你在实验操作到一半的时候 导演就会直接问你问题 那你就要快点对着镜头 然后讲出你当下的这个想法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到后面我们也被训练成 那个临堂反应就是很强 就是应该说我们在做实验的过程中 就要想 是不是随时导演都会杀过来问你话 这样 那还有一个是 那个是叫什么 透访 就真的很像我在看什么地狱厨房啊 我在看那些真的是实境秀 其实一来是蛮紧张的 二来就觉得很好玩 原来是这个样子 因为后防其实会需要 比较高的表达技巧 因为你要想办法把你的想法 或者是你今天操作过的事情 转化成一个 可以让旁边人理解的语言 但是我一开始这方面其实比较弱 从一开始的 静淡生气的后防 到最后我们去国光的后防 其实我觉得这一路上 我进不来很多 感觉越来越好战 知道怎么把自己想讲的话 用别人听得懂的话讲 对 陈琪 你觉得你生命科学系 你的优势在哪里 你的不足处又在哪里呢 我觉得我的优势是 相较于其他的科系来说 我们的就是理论基础 其实是打得比较扎实的 如果说是不足的话 像举例我现在工作来说 我做ELISA可能需要做到十次 我才可以比较熟练的去掌握 操作上的一些技巧跟需要注意的地方 例如你本来是动科系 嗯对 我觉得我比较敢冲敢撞 然后不怕脏 对所以我喜欢在现场做事 我喜欢在续射啊 不管是鸡射或是猪射啊 在里面跟那些动物相处 那像林吉刚刚提到其实生计这一块啊 因为我们以前在学校也有做过实验 其实我就会觉得 我做那些实验啊 其实都非常花时间 那更何况说你在实验的过程中 你要很严谨 你要很细心 你要把每件事情做好 那你还不一定可以有这个结果 所以其实这一块我自己就是我觉得很弱啦 那我也是很敬佩那些做实验的人 那我觉得我未来可以走的话就是 我觉得蛮可以可以像是往静蛋两种 他们这个方面去做 就是可以配合后面实验端呢 去生产他们要的这些 比较高规格这些动物的这个产品 这样子 好那你们来参与这个实验计划 会不会让你们对这个行业 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呢 哦当然有啊 我觉得一来是我们实验的过程中啊 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事情 二来我觉得最难能可贵的是 我们接触到很多各个科系的教授啊 甚至是产业的老板啊 总经理啊 因为平常一定没有机会可以接触到他们 觉得对我们是非常大的帮助 像如果说佑晨也是请那个 请老板帮他写推荐信啊 哇那不就是超级有力的一个东西 对啊 其实他们也非常欢迎除了分科科系之外的 其他科系的各种各样的人才来 直接真材 对直接真材这样子 所以就其实很多意想不到的工作机会 在台湾各个地方 对只要努力找其实都有 大家都很缺人 其实我觉得现在回头来看 大家也是在各个不同的产业在努力工作啊 对不对 你看我在养猪 你在 嗯 神器公司 然后 六成现在 六成好像在 公园院吧 嗯 公园院 对啊 然后 哟 少语很厉害啊 对啊 少语现在 对啊 以后变中医师了 对啊 其实大家就是在自己的路上 发光发热啦 很多人都问啊 就是说石医生的笔记本到底在哪里 你觉得笔记本在哪里 其实我们不是用写的 我们也不是用文字记录 我们比较像是用声音跟影片来去做记录 不只是可以让大家 就是有一个科普啦 也是 也是把我们的这个青春给记录下来 所以我记得真的是非常难忘的 这个笔记本 我永远记在我的心中 那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呢 我们会请到我们台大收医器的 周崇熙教授 来为我们介绍 更多关于这个 家禽疫病的相关知识呢 那在后面一集呢 那在后面一集呢 我们还会请到一个也是大咖的来宾 是我们国防生技的这个 复营运长 我们的 我们的洪月鹏复营运长 没错 那他会跟我们提到 这个疫苗产业的这个逆心 所以 一定要总之收看我们下一集Podcast 耶 一集生的笔记本 赞 赞